看那个字好像很多 一个字好像很多 几乎老人家55岁以上 几乎都开过刀了 他们比较容易发作啊 年龄吧 年龄的问题 当然是有定期的 为我们检查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支援一下我们 牡丹香牡丹村 牡丹香牡丹村 那我们都以排湾族为居多 我们原住民要居多 二十几岁到四十岁 四十五岁可能都在外面工作 剩下都是老人家 要到平地 都要坐公车 或者是有人要载 这是一个非常偏乡的地方 我是服务部的Mandy 细筛的部分呢 我就是负责统筹 跟所有的流程规划 还有协助活动的进行 各个偏乡里面 会有的卫生所驻扎 都没有眼科专科医师 所以说不管是医师的师资 或者是交通的部分 这些对他们来说 都是就业上最大的困难 当地的我们的对口 其实都很欢迎我们去 但是是要受服务的民众 会需要有比较多的解释 因为知识或者是认知的不同 需要有更多的接触 让他们能够相信我们 让我们的服务可以带到他们的那里去 总是一来是家里的 家里的 家里的 8830301 憲哥我进 哥 常常眨眼睛 然后眼睛会痒 一直揉眼睛 一年多次前 有数位是检查 到时候要在发育当中 会注意追踪感恐 可是到现在才发现有点醉油 看手机看电视都有 有时候要看电视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躺着看 不是很大的问题 可能就忍耐下来了 但是如果不舒服 我的白内障要开刀的 最近的就是到恒春 那边有基督教医院 还有蜀利医院 到那边一个小时的车程 有没有恐怖啊 有没有恐怖的 大眼睛 因为有些志工会觉得路途很遥远 所以他可能因为工作 或者是一些家里的状况 就没有办法配合 会影响志工的目击 像我们有合作一位 很多次 就是配合我们的燕光师 郑士夫先生 来参与我们的志工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把自己的营业的时间结束 代表说他没有收入 他很愿意配合我们的志愿服务 我觉得这让我很感动 代表说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是 被大家所接受 也希望是有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的 从一开始筹备到最后我都是很满足的 因为不知道我们会受惠者会有谁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会带给多少人 有生活上或者是一些物理上的改变 那这些都是我很期待在每一次活动中 都可以看到的成果 我自己的心里虽然是筹备很累 然后要搬仪器啊什么 但是其实在最后的 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地满足 也很期待之后每一次的服务 依在偏乡 让爱看不见 台湾防盲基金会 让爱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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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我们 前景片 huis 让爱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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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黄蟒基金会从7月3月开始 我们计划从78个烹箱研制米部落 把医疗资源把医生带进去来做事例筛选 我们这次在牡丹乡 我们总共看了64个一些糖尿病的眼疾 清光炎或是视神经的甚至白内障的 那对小孩子来讲 如果说他们有近视有远视 那我们就必须帮他们配眼镜 那我们从7年到现在我们走过 总共走了13个烹箱 我们也做了将近快1000人次的这个医疗服务 那这些都是有台湾黄蟒基金会 藉由各位的一些监证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疗服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